對 不是 我那時候愛線了 我的背腿 愛復肺腺為壞 張鳳叔逢人就勸戒嚴 排飛龍在天因愛線流傷 你喔 要比較注意的啦 告訴我怎麼說 你時時短耶 你啊 要把他弄一點的臉 以前都是演反派 要先出來這種角色 然後這次好像比較問外 其實我好像也只有演過那一個反派 然後還是因為有人要去拿子宮肌瘤 因為那時候那個誰要去拿子宮肌瘤啊 所以只好變臉 國磷啦 國磷啦 丁國磷啦 張鳳叔隔十年再度回歸台巴 沒拍戲的這段時間 他不僅攻讀EMBA 也花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照顧離癌父親 我們狀況都很好 他就在癌症這一塊呢 他就已經算是完成治療 然後持續追蹤的狀態 是一個非常穩當的狀態 每半年只要回去檢查一次 照一次CT 他的肺 肺抽菸之後 他就叫做肺纖維化 他的肺的末端就像樹枝一樣枯 樹枝脆掉 那你就沒有那個 沒有辦法有那個換氣的功能 變差 我現在就見人我都勸不要抽菸 因為我爸爸是老延強之外 那他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在開刀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說不是什麼人都可以開刀 開刀前醫生決定開不開刀 是看你的心肺功能 如果你的心肺功能不能達標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承受開刀 所以你就算裡面長了100公分的腫瘤 你都不能開刀 他不然都可能要面臨一個刀吧 就難免會有一些血光的時候 如果你那時候不能做這件事情 是蠻恐怖的 醫生跟我講說 你那個你爸的大腸 腸結腸裡面長了一個瘤 我說 就是真的概念很差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都明明每天都要面對這些事情 然後這麼貧乏不知道 有時候連醫生講什麼都聽不懂 那我是會比較追根究底的人 就我一旦不懂我就會想要整個弄懂 趙鳳叔為此 開始研讀相關醫學知識 更拿到健康管理師證照 大 其實不會 因為我沒有要當專業的 可是懂得知道這些之後 比較能跟人家討論 比如說我最近健身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以前的髖關節在拍 我很記得是拍犯狀在天的時候受傷的 然後我都沒有處理 然後沒有處理之後 那因為這陣子我就 陪我爸爸去重訓的關係 而且我自己也參加 然後我就開始去調整 我的這個舊傷 就發現我 難怪了 我一調了我的舊傷之後 我其他地方反而就不變 對 對 不是 我那時候愛線 我低腿 對 因為我想說 我那個 藝術學院學出來對不對 總是要表現一下那個 我們那個 學校沒有白膠啊 所以我就主動跟導演說 這個動作我可以自己來 導演就給我大浪 也沒有比較厲害 然後還受傷 直到生小孩的時候又加重 因為生小孩懷孕 你的身體又不變 我這個叫做 健卡關節的韌帶 鬆弛 對 然後再加上 應該是我的那個 腰大肌有受傷 對 所以以前沒有去處理的時候 就把它放著 反而覺得我真的就變 宿急 所以我現在就是 把我的宿急調整完了之後呢 就要開始讓我身上其他 所有曾經配合過他的 都要歸位 對 突然變健康教育 不好意思 哈哈 哈哈